那第三集呢就是今天要解说的颂元明清 那我们如果回顾从印度佛教的源流 这个源起源于印度 到了中国佛教呢我们说 我们前面把它分为五个时期 捍卫两进的信空一味 南北朝的恶流分化 隋唐五代的八宗并唱 那现在颂元明清的主题是什么呢 到了颂元呢是会归恶流 明清是什么呢 诸中荣和 也就是说 在颂元明清呢 我们可以把佛教呢 它的内容思想的流变归成两大类 也就是颂元的会归恶流 那这个恶流呢 就是禅宗之真常为心 以修禅之笃行为主 助以贤手之教 天台之真空妙有 以天台之教学为主 助以禅尽之行 那这个颂元呢 是会归到这两个流派当中 那前面呢 我们讲到了 隋唐的八宗并唱 这个八宗呢 到了颂朝 那这个五宗呢 进化 也就是五个宗派呢 他还是一样的弘扬 三宗弱化 那禅宗呢 有这个五家七派呢 那这个五宗呢 也有两宗是新盛的 那其中的三宗也弱化掉 所以颂元呢 是会归二流 那明清呢 明朝跟清朝呢 是诸宗的融合 这个诸宗就是八宗 八宗当中的宗派呢 他就融合在一起 所以 我们要看待中国佛教 可以用 前面所说的五旗 就是第一期是 汉卫两进的 信空一位 第二个呢 是南北朝的二流 分化 第三期呢 是隋唐五代的 八宗并唱 第四期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颂元的什么 会归二流 第五期是 明清的诸宗融合 那我们今天要说明的 总共有四个朝代 宋元明清 那如果以中国的朝代来看 这四个朝代呢 他的始祖 就是朝代的开祖呢 有两位是汉人 那有两位是外祖 宋元明清的宋呢 宋太祖呢 是赵匡印 他是经过城桥兵变之后呢 后来呢 是宋朝的开祖皇帝 这是第一个汉人 宋元明清的明 也是汉人 也就是明太祖 朱元璋 那这两位是汉人 那今天要讲的宋元明清 有两位是外祖 也就是明朝的元氏族 是忽必烈 还有呢 清朝的满洲人的清太祖 爱新觉罗 这个皇太祭 这两位是外祖 那这两位外祖呢 的皇帝呢 他有一个特质 他特别信奉什么教呢 特别信奉喇妈教 所以呢 在元朝跟清朝 这个喇妈教 喇妈教呢 也可以说是密教 密教有时候也叫喇妈教 我们说西藏的 他那个僧人呢 叫喇妈 所以也叫喇妈教 所以宋元明清 宋明呢 是汉人 当皇帝 元清呢 是外祖 元朝是蒙古 蒙古人 清朝是满洲人 好 这个是四个朝代呢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他的皇帝 因为这几个皇帝呢 他跟他的信仰有关系 跟他互不互持 佛教呢 也有关系 那在 这四个朝代呢 可以分成 时间序 分成三个段落来看 那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内容 可以分成三大段 第一个呢 就是宋元明清 这四个朝代的 佛教的总说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宋元 会归二流 第三个呢 就是明清的诸宗融合 那我们来看 宋元明清的佛教呢 他分成 三大部分 那这个宋朝 宋朝之前呢 是五代十国 那五代呢 的州 宋朝呢 承受州 的这个禅宗 这个流派呢 的影响很大 那在 宋元明清呢 可以说 禅宗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派 影响力非常大 我们看 宋元明清 宋寿周禅 的影响 经历了 元朝 明朝 到了 盛世的清朝 那这总共大概有 多久的时间呢 八百年左右 的中国佛教呢 他大体上 日衰 而绵延不绝 日衰呢 就是慢慢的 衰弱 但是呢 宗派的延续呢 他还是延续着 好 这个是 宋元明清 总共大概八百年左右 那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 是 北宋 这个朝代 那宋朝因为 北宋跟南宋 那北宋呢 他算是一个 新盛的一个时期 所以呢 这四个朝代 北宋 这个时期呢 大概 西元 960到 1126 佛教复兴 所谓 佛教复兴呢 就是说唐朝以后 慧昌法难 一直到五代呢 其实佛教呢 他经过法难呢 是经过破坏 但是到了 北宋呢 佛教复兴 追中堂之心胜 也就是说 他的心胜呢 其实 他可以 这个 媲美到 水堂的 中堂的 这个时代 那这是第一个 他算比较新盛的 第二个呢 北宋之后南宋 自南宋之后 到明朝 宋元明 明朝的世中呢 明世中 为中国佛教的 灰暗时期 那这个时期呢 就比较衰弱了 第三个时期呢 是从明朝的明目中 一直到清朝的乾隆 这个时期 佛教呢 又欣欣向荣 但是 因为衰弱过久 不如北宋的心胜 就像一个人 他身体衰弱过久呢 他虽然要提振呢 但是呢 也力不从心 那当然 佛教呢 到了 清朝以后呢 也有一些人呢 想要把它提振起来 复兴佛教 那比如说 居士佛教的流行 向洋仁山居士 像到民国以后 欧阳敬吾啊 太虚大师啊 他们 互持佛教 互兴佛教 那这个是 我们在看 宋元明清呢 他的总说呢 大体上 我们从这个 纲要去理解呢 就可以知道 他的一个思想的 一个流变 那第一个 内容呢 是总说 宋元明清 第二个呢 我们就进入到主题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刚才提到说 有四个朝代 宋元明清 那宋呢 他有北宋跟南宋 那宋朝呢 呃 他是在中国 呃 算是一个 也是非常兴盛的一个朝代 我们一般呢 会讲说 呃 兴盛的朝代呢 是水塘 好 但是 在 呃 这个 这个 宋朝呢 其实他是在 中国 的经济发展 哦 还有文化方面呢 可以说是一个 呃 达到一个 极兴盛的状态 这个宋朝 上面刚才提到说 上层五代十国 下起元朝 那他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他在经济 文化呢 他是达到最繁荣的时代 那他主要为什么说他会兴盛呢 因为他的政治比较连结一点 好 那没有像宦官的作乱呢 还有像 呃 很多的地方的军阀的割据啦 没有兵变啦 没有民变啦 好 这些也比较少一点 所以呢 史学家呢 呃 有提到说 华夏民主的文化 经历了数千年 造极于造宋之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呃 中国文化呢 几千年 但是登峰造极呢 是在哪里呢 是在 这个宋朝 所以呃 宋朝呢 他其实 他是 也算是一个盛事 那宋朝呢 前面我们有提到 有一点呢 呃 这个 他对佛教有很大的影响呢 是宋朝开雕了 第一部的汉文 木板印刷大藏经 那这一版呢 大藏经呢 以开源路 入藏经为主 也就是开源 世教路 开源路 他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开宝藏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藏经可以看 哦 要感谢 在宋朝的时候呢 有开雕了这部大藏经 这这部大藏经 开雕以后呢 他有官科的大藏经 有师科的大藏经 不论是官科跟师科呢 都是以 呃 这一部大藏经呢 呃 当做 一个版本 呃 呃 作为范本 去雕刻 那而且他很重要的就是说 他雕刻之后呢 他还 呃 印送 呃 印了以后送到哪里呢 送到像高丽 呃 像契丹 那 我们现在 呃 很多时候 在研读佛经的时候 都要参考大藏经 有时候会参考到 比较早的版本 叫做高丽藏 呃 这个就是从宋朝开雕 第一部大藏经 呃 叫做开宝藏 那影响后面的 呃 非常多的大藏经的开雕呢 呃 这是影响非常大的 所以 这个宋朝的这个 呃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皇帝呢 呃 这个宋太祖 呃 他开雕 他命令 这个开雕 这个大藏经 呃 他有很大的 呃 这样的一个呃 呃 功德 呃 也就是呃 呃 宋太祖呢 赵荒印呢 呃 就是宋朝以来 好这个赵宋呢 我们讲赵宋呢 因为在 魏晋南北朝呢 呃 他也有一个宋 呃 宋其良辰 那为了别于他呢 有时候我们会说赵宋 赵宋以来 中国佛教 衰落的主因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宋 受到宋明礼学的影响 这影响蛮大的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国家的慢性衰落有关 也就是说 从隋唐的盛世 从宋朝的盛世 国力呢 他慢慢的衰落 那所以呢 呃 佛教衰落 也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刚才提到说 宋元 会归二流 这个宋呢 分为北宋跟南宋 那我们这边 呃 这个第二项 一直到第五项呢 都是在讲北宋 第六第七呢 就讲南宋 那我们看北宋 在北宋呢 呃 佛教呢 也慢慢的去复兴他 刚才提到说 在 呃 唐朝 五代时期呢 因为 法难的关系 还有 佛 国家的动乱 所以呢 佛教也慢慢衰落 到了五代呢 呃 到了北宋呢 佛教也慢慢复兴 那这时候呢 八宗当中 五宗净化 饮为二流 这个是 呃 主要的内容 就是北宋的佛教 好 那五宗净化呢 好 这边 呃 等一下会提到 好 五宗净化 三宗 弱化 饮为二流 在这里 好 那 禅宗呢 我们提到说禅宗 前面提到了 五个宗派 五个宗派呢 有两宗是新盛的 好 那三宗呢 也 弱化掉 那五宗恶流 我们看五宗净化呢 他主要呢 的宗派是什么呢 天台宗 弦守宗 净土宗 律宗 跟禅宗 三宗弱化呢 就是三论宗 此宗与绝 为事宗呢 余光暗淡 密宗呢 淡存法事 也就是他的 异理的弘扬呢 也就少了 那五宗净化呢 饮为二流 就是剩下两个流派 如果说唐朝的话呢 就八个宗派 那这个两个流派 主要的是什么呢 禅宗 还有天台 禅宗是增长维新 禅宗呢 它是属于 增长维新的这个系统 如果以大圣三系呢 它比较属于 如来藏的系统 禅宗是增长维新 第一个呢 以修禅的笃行为主 这个笃行呢 就是实践 这个比较偏重在行门 天台之教学呢 比较偏重在解门 所以在宋朝的北宋呢 第一个行门禅宗之增长维新 以修禅的笃行为主 那这个是为主 祝的什么呢 祝以贤首之教 那这个是贤首宗 就是华言宗 第二个流派呢 是天台中的真空妙有 那以天台的教学为主 这个是他的主 祝以禅禁之行 这是实践 这是教说 那在北宋呢 他主要在佛教的修行 跟理论上面呢 就是五中进化 隐为二流 那另外呢 在北宋呢 他的各个宗派呢 主要的有 这边我们看三大宗派 还是算是很兴盛的状态 那兴盛的状态呢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禅宗 禅宗呢 他本来有五中 那五中呢 有两个宗呢 是兴盛的 三个宗呢 是弱化掉的 二宗兴盛呢 就是云门宗跟灵济宗 三宗弱化呢 是围养宗 法眼宗 跟曹洞宗呢 这一些呢 他弱化掉的 围养 围养呢 是藻爵 法眼呢 是衰尾 曹洞呢 是单喘 好 接下来呢 北宋呢 除了禅宗 算兴盛 还有华炎宗 华炎宗 他基本上呢 他跟 这个禅宗呢 他是同源 源头是一样的 禅为珍藏为心血 与弦守 华炎宗呢 本是同源 异流 同源 源头是一样 异流呢 他分为两个宗 分为 禅宗 跟华炎宗 那在禅宗当中 有一个华炎宗 法炎宗 他有取 华炎的教义 所以呢 华炎宗跟禅宗之间呢 他们之间呢 也有所的交流 还有像 弦守宗的 闺蜜 闺蜂中蜜大师呢 他也主张什么呢 教禅一致 这个是教学 这个是实践 这两个呢 是要一致的 好 这是华炎宗 那 在宋 宋朝呢 弦守宗 就是华炎宗呢 他的复兴 得利于禅 因为这个禅呢 他跟 这个 真产为心血呢 他有关系 那禅宗呢 他也取华炎的教义 那这是在宋朝 佛教的复兴呢 第二个宗派 华炎宗 他也是得以复兴 第三个宗派 天台宗 天台宗呢 他的复兴呢 他是因为 皇帝呢 遣这个 使者到高丽 求取这个天台的 他的一个著书 好 那 但是呢 这个天台宗呢 在这个时期 虽然得以复兴呢 在这个时候呢 也分成了两个派别 这两个派别是什么呢 邦太宗 真宗之士 宋太宗 宋真宗的 这个时候 他有三家派 跟三外派之争 好 那这样的争论呢 天台跟 禅者呢 也有产生争论 也就是 言庆与天统之争 那后来呢 这个争论呢 这两个派别的争论呢 后来地方官呢 为之和解 所以应该是 那个 事件应该是蛮大的 好 这边 本宗 他有本宗之争 天台宗本宗有三家 三外之争 那本宗跟别宗呢 天台跟禅宗呢 也有一些争论的存在 那天台宗呢 他是一个教学 实践呢 都并重的 天台宗 博大升学 升学 普及 难为 就是说 因为他的教学 内容 非常的深广 越深广的 越难普及 所以呢 在天台宗呢 除了主要的 学天台的思想 他还有助学 助学呢 有两个 一个就是 念佛 第二个呢 是 礼颤 所以 我们看那个天台 这两个呢 他都有弘扬 天台的 弘 弘扬念佛 还有天台的 那个礼颤 所以那个 天台有这个 拜颤 那个 法华三昧颤 这个也是 非常有名 那在北宗呢 他的诸宗 就是八宗当中 这边提到的 禅宗 华言宗 天台宗 他都 慢慢的去复兴他 让他兴盛 那北宗的佛教呢 我们把它总归一下 在 南北两大学统呢 就是南方 北方 这两个地方 初以天台 弦守 集大成 如果以中派的话呢 主要是天台 跟华言 天台 华言 集齐成 南众 异学 北众 实践 那 到了北方的佛教 慢慢的衰弱之后 转 转而 天台 与禅宗 之抗衡 他就变成 这两个 中派的一个对抗 这边也提到 天台跟禅宗 是真嘛 所以呢 在中派呢 有的时候是 各自弘扬 那有的时候呢 会互相 在教理 教育 实践上面呢 会有所争论 那这个是在 北宋呢 他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 还有北宋呢 他在贤密 与绿静 为二流 也就是 华言 密宗 这是一流 与绿静 绿呢 就是 绿中 还有净土宗 我们 持戒 念佛 这两个宗 常常合流在一起 那这两流 为二流 而离合期间 所以呢 在北宋呢 他有 这两个流派呢 互相的离合 那这是 北宋佛教的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看南宋 南宋佛教呢 他说 上市 南宋 下气晚明 这个时间序也很长 宋朝 一直到明朝 佛教的义学 就是理论的义学 书少明德 就比较少一点 为禅宗读弘 所以禅宗呢 在 这四个朝代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派 那这是南宋佛教 那刚才提到说 禅宗读弘嘛 禅宗本来有五个教派 五个宗 那南宋的佛教呢 禅宗主要是两个 禅宗跟什么 潮动 包括我们现在也一样 我们现在很多的宗派 不是潮动宗的 就是禅宗的 所以有什么呢 禅天下 禅天下是什么呢 禅宗 潮半边 潮动宗 那这个两个宗派呢 他也是南北交流 也就是中国的南方 中国的北方 潮动呢 自江西而移化于北方 禅济呢 自北方而游化于江左 那就流来流去南北交流 这是南宋的佛教 那南宋的佛教呢 看起来这边是新盛的 但是他也有牌佛的这种状态 那他在哪里呢 他在1445年 1151年 1145年 这是1151年 1158年 大概这个 十几年间呢 这个牌佛的现象有这三个 他可能跟经济有关 那 这个皇帝呢 因为税收 所以在南宋 这个僧道 除了那个出家的僧人 还有那个 道士呢 要缴纳丁钱 就是要缴税的意思 本来是不用缴税嘛 那现在是要缴税了 第二个呢 毁佛事 以瞻学费 就是把 佛事呢 把它废掉 来争取一些费用 第三个呢 是借佛像 这个宗跟庆呢 也把它毁掉 住这个钱币 因为佛像有一些就是 铜啊 铁啊 还有像庆啊 这些都把它收回来 那去住这个钱币 这个是南宋的牌佛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看宋朝呢 他的佛教 新生的宗派 还有 他略有牌佛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是在 呃 宋元明清呢 呃 这个宋朝 那宋朝 以后的佛教呢 基本上 有凡入减 凡呢 是什么呢 就八宗嘛 宗派很多 这个 理论跟实践 也很多 有凡入减 减呢 好 基本上呢 就是大概 呃 南宋以后 主要是哪一个宗派 禅宗 好 那北宋呢 其实他有 也有建立什么呢 他也有建立 益经院 应经院 传法院 好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那个 说史的中国佛教呢 也有介绍 那宋朝刚才提到说 好 中国的第一部大藏经开雕呢 就是在宋朝 这个也是在宋朝里面很重要的 那这个引发呢 后面呢 很多的大藏经的开雕 那这个是在宋朝 呃 佛教的 他的一个概况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朝代 明 呃 元朝 元明佛教 元明清的佛教 那元朝的佛教呢 他最主要 喇嘛教 兴起 那另外呢 西方宗教呢 也慢慢传来 好 还有什么呢 如是思想的慢慢开始融合 还有金藏呢 也慢慢开 开雕 还有西方的这种学说也慢慢进来 所以在 元朝呢 呃 他的 呃 思想呢 呃 也慢慢的受到西方的影响 那元朝呢 是由刚才提到说 外祖 他主要是蒙古人建立的一个王朝 那元朝如果说 以世间来讲呢 呃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创立很多的学校 呃 他如果呃 按照 这个 一些资讯呢 呃 大概建立了两万四千四百所学校 那 平均呢 两千六百人呢 就有一所学校 所以 他创造这个书院学校呢 呃 这个史学家说 莫胜语言 他是一个 就是在历史上呢 呃 他是一个 创造学校 学校呢 有一个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记录 那元朝呢 这个皇帝呢 对宗教有 也有很浓厚的兴趣 呃 那这个跟 呃 这个元朝的皇帝 忽必烈呢 也有关系 那元朝的历史很短 他主要是政治腐败啊 还有民族矛盾 因为他是外族嘛 那还有政治腐败 所以呢 他的那个时间也 也不长 那我们来看 元朝 刚才讲到说 元朝呢 他是信奉这个喇嘛教 他特别 呃 护持这个 撒家派 那这个政治呢 呃 跟宗教呢 就合一了 政教合一 但是呢 这个政教合一呢 并没有让他 强盛 而是让他腐败 那 主要的呢 是 这个喇嘛教 呃 他其中的这个无上于且 的男女双修 这样的一个修法呢 那被乱用了 那元朝的皇帝呢 主要呢 他的始祖呢 是忽必烈 因为他在位继位前呢 他就征战西藏 就是跟西藏那边打仗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因缘 西藏的这个喇嘛教呢 也跟他 有一点渊源 所以他信奉这个喇嘛教 那从他封 前面提到 撒家派的巴斯巴为国师 并封他为大宝法王呢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一个开国始祖呢 对喇嘛教呢 非常的崇信 那 所以呢 元朝的皇帝呢 是遵佛 而且他遵佛教 异道教 所以呢 这个 帝王呢 在这个时期呢 也烧这个道经 道教的经典 那刚才提到说 忽必烈呢 他是由蒙古入主中原 他是遵赴佛教的 那当然呢 他也编了一些清规 而搬行于天下 那另外呢 在佛教的教派当中呢 像禅宗 像这个教学的学派呢 共争于地前 也产生 学派之间的矛盾 那这个是在元朝 皇帝呢 他基本上是 尊赴佛教 第四个呢 喇嘛教 之乱 这一个元朝呢 他最后呢 朝代呢 灭去的 跟这个喇嘛教 也有关系 什么意思 因为 这个皇宫的王室呢 他对 佛室的这样的费用呢 非常的高 需要很多的费用来做佛室啦 那这个费用呢 战约正会的派办 就是政治的一半 等于就是说 国家的费用呢 做佛室用掉多少呢 用掉一半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 喇嘛教的这个秘密 欲乐之道 淫乱皇宫 那这是第二个 那还好呢 这个元朝 他是信奉喇嘛教 元朝之后就是什么呢 明朝 还好明朝的明太祖呢 朱元璋 严禁密教 所以呢 中国佛教得以清净 好 这个是 在元朝当中呢 佛教上面呢 喇嘛教呢 他特别的兴盛 喇嘛教特别兴盛呢 在宋元明清有两个朝代 一个是元朝 一个是哪里 清朝 一个是清朝 那元朝之后呢 是明朝 那元朝跟明朝呢 他在寺院上面呢 元朝呢 有把它立作三个 叫做禅 蒋 律 三种类别 三种类别 那第二个呢 是明朝呢 他有禅 讲 教 三种类别 那这是我们讲到了 元朝 宋朝 还有元朝 还有两个朝代是 明清嘛 明朝跟清朝 那明朝跟清朝 我们这边呢 先总说明清 然后个别呢 再说明朝跟清朝 那明清呢 他的主要的特色呢 是诸宗的融合 宗呢 就是八宗 他融合在一起 那第一个我们看 总说明朝跟清朝 第一个 明清佛教的特色 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禅教一致 第二个呢 是诸宗融合 诸宗融合呢 是佛教的诸宗融合在一起 第三个呢 是三教调和 如是道 调和在一起 这是外道 跟外道的调和 跟佛教宗派的融合 那这个禅教一致呢 所谓禅教一致 同以禅为骨髓 主要是禅宗 但明清育于北宋 这个明朝跟清朝呢 跟北宋的主要以禅宗为主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等一下呢会 说明他的 比较 那 这一个三个特色呢 就是这里 禅教一致 诸宗融合 三教调和 这个是在明清 三大特色 第一个呢 我们看禅教一致 这个禅呢就是禅宗嘛 教呢就是教学 这个教学有什么呢 教学比如说天台的教学 华言的教学 那一个呢是禅宗呢 是主要是行门的修行为主 第二个呢 这个教学呢 像天台跟华言呢 他有理论的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教学体系 那我们看明清 他第一个特色呢 是禅教一致 禅教一致呢 我们看 之前也是禅教一致 他也是隐为恶流 那过去在北宋 我们前面提到的北宋 他隐为恶流呢 他是禅宗的真常维心 还有什么 天台的真空妙友嘛 他是这两个流派嘛 那这个在哪里 这个在这里 隐为恶流 禅宗的真常维心 天台的真空妙友 底下呢有他的细项 底下的细项呢就是我们这里 禅加 弦守 天台加 绿境 这次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哦 北宋他也两个流派 那接下来我们看禅教一致呢 他这边也是禅教一致啊 禅教一致啊 那这里的禅教一致呢 我们看明清的禅教一致 那这里提到说天台 弦守 禅 绿 这个弦守等等 多成为禅的参就 也就是天台 也就是天台 弦守 这个 净土 还有律宗呢 他都 对禅的修学呢 他都有深入哦 譬如说 这个禅教一致呢 就是他是禅 他又跟教学呢 两个呢 病重 譬如说禅者 这禅者是谁呢 像古山道配 子伯禅师 憨山禅师 第一个呢 古山道配呢 的初入台显 这是教学嘛 这是禅宗嘛 天台跟华眼 一个是禅 一个是什么呢 教学 他是两个是一致的哦 然后子伯的禅 这个禅师呢 他也怎么样 弘扬 科这个藏经 还有谁呢 禅者的 憨山大师呢 他重什么呢 起信论 跟法华经 所以 明清呢 他的佛教特色 禅教一致 他不是只有修禅而已哦 他跟 教学呢 经论呢 他也 这个合一 并重 这是禅教一致 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 诸中融合 诸中融合呢 我们看 过去呢 贤手助禅 而禁律 贤手助禅 而禁律 助天台 这是过去 那现在呢 现在是什么呢 宝华的律将 律呢 这个律师他取什么呢 并取华言的教义 也就是说 律师他也怎么样 融合什么 融合哪一宗 华言宗 因为诸中融合嘛 所以律中融合什么呢 华言宗 还有什么呢 天荣与廉词大师的念佛 念佛融合什么呢 并中 贤手 所以念佛 他融合什么宗 贤手宗 或是 华言宗 那比如说 偶义大师 偶义大师呢 他把这三个 融合在一起 他说禅 是 佛心 教是什么呢 佛语 律是什么呢 佛心 你看到 三合一 诸中的融合 禅宗 教学 天台跟华言 还有什么呢 律中 这一些呢 是佛心 佛语 佛形 也就是佛的理论跟实践 诸中 融合 这边是禅教 一字 他不是只有修禅而已 他跟教学 合一 诸中的融合 第三个特色 明清的特色呢 是 三教 调和 这个三教的调和 跟诸中的融合 是不一样的 诸中的融合 主要是佛教的八中的融合 三教的调和 是跟外道 辱世道的调和 像 偶义 憨三大师呢 以佛教的义理 去解释什么呢 孔孟老庄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 为三教调和论 好 这个是 在明清佛教 他的特色 明清佛教的特色呢 它主要是什么呢 诸中的融合 那在明清呢 我们分开的看 明朝跟清朝 明朝的皇帝呢 他基本上 他还是算 父使佛教的 这边有皇帝的父教 那也有牌佛 那我们看 父教的有什么呢 有明太祖 明太祖呢 朱元璋 他曾出家做沙咪 在黄爵寺 他把寺院呢 他分成什么呢 禅 讲教 禅寺 讲寺跟教室 这三类 这个当然也影响到 后面 的一个寺院 的一个 制度 那另外呢 朱元璋呢 他也 静秘宗 刚才有提到说 元朝呢 他有什么 喇嘛教之乱嘛 后来被谁禁掉 明太祖 所以呢 明太祖呢 静秘宗 而且他 立什么呢 立身官 就是官员里面有那个 僧人 立身官 定考试 制度碟 等等 把制度建立起来 那第二个呢 是明成祖 明成祖呢 他科藏经于 北经 叫做北藏 另外呢 他做战佛记 还有像金刚经的 注解 这个也是算非常难得的 那第三个呢 是明武宗呢 他通达 梵语 我们有没有通达梵语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通达梵语 这个皇帝呢 也算很厉害 还字号 大庆法王 所以明朝呢 也有皇帝的 副教 那另外呢 也有牌佛 皇帝的牌佛 这个是明世中 陈女于道教 略聚牌佛 毁坏宫中及金师的佛事 那在明朝的这个朝代呢 佛教算是什么呢 算是衰弱的 就是勉强的维持门面 那锦为门峰 上者呢 流于隐盾 下者 趋于应付 那深重呢 是不正的 好 这个是明朝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朝代 宋元明清的清朝 清朝跟 这个元朝一样 他都信奉什么呢 信奉喇嘛教 既然他信奉密教呢 他对 显教的注意 就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 世间的一强一弱 理则 一强 一就会怎么样 另外一个就会弱 那在清朝有三个皇帝 像康熙 康熙 雍正 乾隆 康永 乾 这三个皇帝 那康熙呢 他对佛教呢 稍有复兴 雍正呢 他也大力的提倡念佛 乾隆 他觐见私愿 而且他禁止 男子 六十岁以下 女子四十岁以下 不能出家 如果 如果我们活在清朝 我看我现在还不能出家 我要等到几岁 要等到六十岁才可以 那这个 这个其实呢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经济有关 因为他出家以后呢 他认为 他就没有办法去 拼经济 没有办法去耕作啊 那这个女子太早出家呢 就没有办法传宗接代啊 等等 所以乾隆呢 他有 对 佛教有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另外呢 他有出版 在清朝有出版这个 龙葬 他大概是从雍正十三年到 乾隆三年 到乾隆的这个时代 大概三年的时间 刻印完成 那这是在清朝 那在清末明初呢 他基本上呢 他有排佛运动 还有复兴佛教运动 还有呢 清末明初的佛学的研究呢 非常的兴盛 我们看排佛运动 像胡广总督啊 张之洞呢 曾朝廷劝学篇 主张 妙产新学 就是把妙产把它 收归国有啊 来办学啊 等等 这个是排佛运动 这个影响这个 佛教非常的大 那 后来呢 这个靖安法师 复兴运动呢 保护佛教市场 创这个中国佛教总会 后来呢 以身殉教啊 这个就很可惜啊 那清末明初呢 佛教呢 他有复兴的状态 就佛学研究新生 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一些学者 比如说像康有为啊 唐世彤啊 张炳玲 欧阳静武 梁启超 唐用彤 吕成 胡适 雄实力 这个 这个 陈恒 等等 那 这一些呢 都是在 清末明初呢 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学者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 颂元明清的佛教 那刚才提到说 我们从前面呢 把中国佛教呢 分成三个阶段 去说明他的思想的流变 第一个呢 是汉朝 魏晋跟南北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 隋唐五代 八中 并唱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就是现在的 颂元明清 那 基本上呢 颂元明清呢 这个是在 太虚大师呢 他的归类呢 是第三期的主流 地缘 不觉思情 主流呢 就是主角不断的改变 他从 这个 会归二流 到了哪里 诸中融合 主流地缘 不觉时起 也就是说 佛教的 传承 正法久住 那 不同的宗派呢 在这个不同时期呢 有偏重的 这样的一个流行 那如果以导师呢 他是延续 笃行起 延续这个笃行起呢 笃行是 比较偏重在 实践的 那 呃 前面呢 是什么呢 思辨该终起 也就是说 佛教呢 从印度传来 一开始是 移入 如果以 植物来讲 就是说我们把这棵植物呢 从 印度 移植到中国 那移植到中国 一开始呢 移入时期 第二个呢 是生长时期 生长时期呢 大概就是在 魏晋南北朝 慢慢的生长 慢慢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呢 就是新盛时期 隋唐五代 那 慢慢的弱化呢 就是 宋元 明清 开始弱化 但是哪里又开始 复兴呢 力图复兴呢 在 清末明初 清末明初 刚才提到说 我们在说时的 中国佛教里面 也有提到说 清末明初呢 也有四大师 应光大师 太虚大师 弘一大师 虚云老和尚 像太虚大师 成立佛学院 他有三种改革 教理的改革 教禅的改革 还有教制的改革 太虚大师 成立佛学院 欧阳静武 成立 支那内学院 这一些都是 力图复兴 中国佛教 那 中国佛教的复兴呢 责任在哪里 责任在 每一个人的身上 责任在 每一个佛教徒的身上 所以呢 我们要担负起 佛教 正法久住 续佛会命 这样的一个重者大任 那我们要 解形并重 对理论的理解呢 要能够深广的理解 对佛教法门的修行呢 我们也要深入的实践 这样才能够 正法久住 续佛会命 好 我们今天就 讲解到这里 我们回向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众生于我等 众生于我等 皆供成佛道 皆供成佛道 好 非常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三知识 法法经浦门评 现在讲的重诵 拒诵的送出发问答 问答得名所依 这个文字前面 是重诵说明免七难的意义 已经说过了 现在接下去 上次讲到 子字下第2 送三读二求 就是长文里面 有说明离三读 学佛的人要熄灭贪生吃 消除三毒 贪生吃就是